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奈莉 我今天要來分享 當你的背包上面 列一個很大的縫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修補它 那我現在要先把 縛份上面的包邊條 先把它拆下來 就是上面的側線 先把它拆下來 等一下包邊條把它拿下來之後 我們才可以把 破掉的布 把它重新的 跟縫份塞在一起 好 那你可以看到我的包邊條 把它拿下來 那看起來好像是 就是那個布好像被拉扯 然後破掉 那我現在先把布變 鬚鬚的 鬚鬚的布把它剪掉 剪完之後呢 我會用打火機稍微的烤一下 對我不想要有那個 鬚鬚的 那你在使用打火機的時候呢 要小心一點 就是不要用到你自己的手 好 好了之後呢 我現在準備來車縫 現在我們要把那個 破掉的布呢 重新的跟縫份塞在一起 那這個位置 它不算太難車 可是你在車的時候可能就是 在撥布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出一點力氣這樣 因為你看我會說 要一直把旁邊的布 撥旁邊一點這樣 好 那這裡呢 我們的布呢 跟 布呢 接合好之後呢 你可以翻過來 看一下有沒有哪裡沒有車道 好 如果確認都有車道的話 那現在呢 我們要剛剛那個 包邊條拆下來的那個地方 我們要把包邊條 重新的把它包 呃 怎麼講 把它包回去 你就是照它那個 照它的那個 痕跡然後把我們的縫份 包回去這樣車 車的時候你要注意 呃 你要注意下面的包邊條 也要有車道 所以你在摺的時候 你可以像我這樣看一下 上下層的布有沒有對到 在玉米上 手機的那個 是蠢桶 妞 或是衛妞 不是一般 不介意的 在玉米上 不介意的 你還不可以 那些 那這個方法你可以用於 因為像有一些腰包 我曾經有補過的腰包 它也是這樣子 就是它側邊的袋子斷掉 然後那個布好像也是裂了一個很大的縫 那我也是照這樣子的方式把它修補好 所以你下次如果有遇到類似這樣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像我這樣子把它補好 那你補好之後 這個包又可以再次的使用這樣 好 那今天呢 包包上面的裂縫呢 就到這裡結束了